彼得林奇是与巴菲特索罗斯齐名的世界级投资大师 他对投资基金的贡献就像乔丹对篮球的贡献 他把基金管理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将选股升华成一门艺术 林奇生于1944年1977年接管麦哲伦基金 在他任职的13年间 该基金的资产从1800万美元增至140亿美元 与巴菲特旨在熊市买股票的观点相近 彼得林奇同样认为 股市的下跌对投资者来说是最佳投资机会的开始 如何面对股市的下挫行情 林奇开出了三铁镇镜剂 第一不要恐慌而全部低价抛出 第二对持有的好公司股票要有坚守的勇气 第三要敢于趁低买入好公司的股票 针对股市上一些流行的说法 林奇持批评态度 他认为这些说法虽符合大众心理 但是最愚蠢最危险的说法 一既然股价已经跌了那么多 不可能再往下跌了 林奇股价的底线是零 零以上都存在下跌的可能 二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的 林奇大自然是如此 股市并非如此 最黑暗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黎明即将来临 同样你也不能信奉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三等它回升到10美元时就抛出 林奇股票操作贵在根据情况四季而变 守株待兔式的刻板操作 绝非置身之道 许多人正是在自己划定的矿矿里失败的 这三点可以称得上是投资经典智慧 投资者一定要深刻理解其中的道理 更重要的是 要在实战操作中予以贯彻执行 用大师的智慧武装自己 相信财富和成功会慢慢向你靠近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